三十二、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 《低速電動車反圍剿》 等待正規均修篇 2015年7月14日汽車22週開平本部記者週開平山東報道 相關政府部門不允許我們銷售的微型電動車 低速電動車、上路、甚至要關閉電面 我們應該怎麼應對?請廠商回答 7月10日在微型電動汽車大會上 安費屬州的經銷商將問題拋出來 這並非新問題 低速電動車在過去五年的發展過程中 從來就沒有被國家相關部門承認過 經常被各地方政府清剿 最直接的原因是 低速電動車在生產端 沒有汽車廠家之質 在使用上 幾乎全部無牌上路無精駕駛 但因爲這個潛在市場很大 在地方政府開會管控過程中 低速電動車野蠻生長 在山東 大大小小的低速電動車生產廠商 目前達到了2000家 而兩年前也只有400家 銷量22軟超過傳統汽車市場的增速 在非速增長 很多地方政府變相支持低速電動車 甚至出台了相應的准入條例 絕大多數銷售區的地方政府增一隻眼閉一隻眼 任其發展 一個事物存在 必然有其存在的邏輯 低速電動車 存在的邏輯就是有巨大的市場需求 中國工程院院士國恐廢說 但由於缺乏監管 低速電動車的行業內部 惡性競爭正在攤勢整個行業的成長機會 很多汽車整車廠 也開始關注低速電動車 隨時可能苦衝式的切入 現在 低速電動車已經進入最後的時間窗口 業內都在思考未來出路 在圍剿中野蠻生長安徽縮州經銷商面臨的問題 即使在目前低速電動車的起源地和主銷區山東 過去幾年也經常遇到 過去五年 每年都會遇到相關部門大大小小的圍剿 這幾乎是常態 但去年 山東加入低速電動汽車協會的20家生產廠家 銷量就達到了36萬糧 今年前五個月 這些能統計到的廠家生產低速電動車達到12.2萬糧 同比增長55.57% 事實上 在一些有低速電動車廠商投資的地區 相關地方政府並沒有真正的清剿行動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低速電動車建廠投資 成為了當地比較大的招商引資項目 被嫌例執行的大多數是沒有生產廠商的地區 整體市場數據貌似很樂觀 低速電動車市場 正由山東蔓延到整個華北 甚至南方、河南、河北、江蘇、山西、浙江、 安徽、廣西、內蒙古、福建都已成為銷售區 據相關數據顯示 以滿族農村和小城鎮市場需求為主的 低速電動車產品的市場需求大約為1億兩至1.5億兩 很多地方政府對低速電動車的熱情 也體現在本屆微型電動汽車大會上 浙江很多城市派出了不少官員到現場招商 據第一電動網提供的相關數據顯示 截至目前 排名前十的低速電動車生產廠家投資總額達到了104.8億元 低速電動車野蠻生長的根本原因 就是因為有需求 一是低速電動車價格低 一輛普通的低速電動車在3萬元左右 二是使用成本低 每公里用電量5至8分錢 比傳統汽車使用成本低5至8倍 三是不需要上牌 也不需要駕照 解決了50歲以上沒駕照老人的出行需求 低速電動車是否應該背負馬名 在汽車業內一直飽受爭議 反方最主要的觀點是 無牌上路和無精駕駛可能成為馬路殺手 而正方觀點很直接 在農村 兩輪和三輪輪電動車 摩托車都暢通無阻 為什麽變成四輪就不允許 低速電動車外形已經和傳統汽車類似 到底定義為機動還是非機動 低速電動車本身存在的法律和行政邏輯 就是暫在模糊地帶 有參會的低速電動車生產廠家認為 接下來最重要的就是要給產品定義 到底是低速還是高速 山東部分地方政府出台了相關條例和標準 以求對低速電動車合法化 據關注低速電動車的專家稱 國家發改委也可能在明年出台相100標準 代替此前的相80標準 提速低速電動車 但目前業內普遍的共識是 低速電動車在國家層面合法化的可能性很低 這是低速電動車在快速市場化過程中 仍可能面臨的最大不確定性 等待收編即使時銷量在不斷增長 但大部分低速電動車廠商遭受的挑戰越來越大 最大的問題來自於行業內部的惡性競爭 處在從臨時代的低速電動車行業 技術要求很低 家庭作方式的工廠片被開花 沒有相關准入和管理機制 准入完全沒有門檻 很多生產廠就是由原來的汽車維修店改造而來 競爭完全不需要秩序 大一點的廠商生產品一出來 一個星期內就已經被無數廠商模仿 連顏色都不改 只改logo 最後 很多較大廠商也相互模仿 然後開始打架格戰 一位低速電動車生產廠商說 即使是規模較大的低速電動車廠商 也因其存在於灰色地底 所以在遭遇惡性競爭時完全無法可以 一家較大型的低速電動車廠商的董事長 在微型電動車大會上發言是很無奈 行業要自律 要不完全報完 我不要求多 我只要求你們生債事改改顏色 更為嚴重的是 很多廠商只管銷售 不管售後 不少低速電動車賣出去後 出了問題後期維修根本沒人管 這是能摧毀整個行業的致命模式 但不少家庭作坊本來就想著賺快錢 而且也沒有能力建立售後渠道 投資較大的廠商想要完善渠道 但巨大的負面行業影響壓力很重 很多消費者認為 低速電動車買了之後都沒人處理售後 長遠看 不見渠道不造售後就是自殺 所有我們正在加大投入 做好售後 上述廠商人士稱 過於惡性的競爭 意味著洗牌也將很快到來 有些有實力的廠商 年銷量已經超過16萬輛 並且開始研究三五年後的市場 低速電動車的洗牌確實開始了 儘管現在很迷惘 但當年深圳有一千多家山寨手機生產商 最終成就了華為手機 不過 相對於手機 存在於政策灰色地帶的低速電動車 面臨的更大挑戰在於 擁有巨大實力的傳統汽車整車廠 隨時可能進入低速電動車行業 微型電動車 有知情人士稱 五年前 本田等合資企業就已經派人前往山東調研低速電動車 在一些偏遠山區的生產工廠 都曾出現過它們的身影 很顯然 巨大的微型電動車市場並非被傳統整車廠忽略 而是在等待時機 傳統整車廠最大的優勢在於 1. 技術過硬 2. 規模化生產 3. 有生產資質 4. 渠道和收後服務完善 只要其碎 吉利等廠家拉一條二十萬輛的生產線 成本絕對低於現有的低速電動車生產廠商 只要它們進入 現有廠商就可能被屠殺 一位業內人士稱,傳統整車廠唯一的弱點是 即使是低價低成本的電動車 賣給消費者後 也要上牌 駕駛者要駕照 而據第一電動網的調查 63.16%的低速電動車消費者購買的原因是不需要駕照 國家整車鼓勵的適合法合規的傳統整車路線 注定低速電動車只能存在於灰色地低 低速電動車廠商轉型路徑不多 其中一條符合生存邏輯的路線是投靠傳統整車廠路 比如,新大陽為吉利代工生產之道 就是一個成功轉正的最好案例 有一些其他的低速電動車廠商 目前也在考慮這一路徑 知情人士稱,編輯何況 至少